数捷尚规 大老板和宋人杰的对话 都被隔壁的雷公子和行风听到 这个大老板废话连篇啊 学人家做祸事老啊 行风 过去搞定这个家伙 记得做得漂亮点呢 知道 说着行风就推开了宋人杰的屋门 直接朝着大老板的面门轰卷 大老板突然遇歇也不惊慌 举拳回敬了对方 看你思思文文 无缘无故打我一拳 知不知道我是谁啊 宋老爹 不管我是啊 我不知道啊 我又没得罪你 也没得罪你老妈 干嘛对我出手啊 这样不出手也不行了 行风一向都是沉默寡言 从来行动也是多余说话 这次也不例外 两人又对攻了一轮 各腿一边 这家伙权力很大 有很深的武功底子 你的拳头一斑斑呢 火候不斗啊 是吗 那再试试看呢 说着一套组合拳 就朝着大老板的胸口冲去 去你哪 真的想要我命啊 抬腿顶向行风策药 这一下势打了一辰 行风直接倒向宋人杰的办公桌上 大发赞 这打起来了 马上关门清场啊 大老板得势不饶人 一把按住行风脖子 撕撕按在办公桌上 小子 你大爷出马 就要你命啊 大老板力气大的惊人 行风为求脱身 迫不得已拾出下三乱的手段 一袭顶到大老板当部 顶你个肥 好疼啊 拆我吃疼啊 行老板借势其身 打出了压向底的绝活 日子充全 这下大老板向断了线的风筝 直接摔下楼梯 这下可真够倒霉的了 前面疼往后面疼啊 这光头搞事 看死他 就在大老板挥拳 挡住天一蒙的小弟之时 行风瞬间冲到了大老板身前 他想在最短时间 拿下大老板 完成任务 二人的对攻 看似毫无武功套路 实际上他们的拳速和力度 都达到了常人未能取击的境界 任何一圈都注满了 能粉碎人体骨骼的杀伤力 几秒之间 二人分别伸中对方十数拳 殊胜殊负 一时间难以分解 叫你看看什么叫老儿迷剑 一记百拳 将行风击倒到马奖桌上 此时 雷公子和宋人杰 都到监控室内 观察二人的打斗 雷公子的头马 好像不够顶啊 行风应该没放水 大老板和龙卷锋应该有的打 即使行风也未能敌过龙卷锋啊 大老板越打越起劲 左右开弓 已连数拳都轰到行风身上 你这点本事 怎么做人打手啊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告诉你小子 出来混 最重要的是要拳头够硬 拳头够硬 什么都挡不住我 陈洛军 献叶 黑皮仔 AV和行风都交过手 却没有一个可以把他完全压制 这次遇上大老板 终于令行风感到威胁了 就在大老板歧视之间 行风侧身避过一圈 紧接着画掌为寸圈 直接轰飞大老板 行风借势前冲 心里暗响 全力一击也不能拿下他 这人真是个怪物 就在行风想再使出充拳之间 右手却被大老板抓住 还想再来 真当我是混假的呀 是使我的爱心偷吹 直接一头撞到行风腹部 抬头之间又攻到了行风下榜 再来一发 梁记头锤 行风直接被撞飞 全部停手 怎么这么多警察来了 这时候宋人杰赶忙跑出来 阿瑟 就是这个光头狼来这里捣乱 抓他呀 喂喂喂你别乱讲 我好心好意拿果蓝给你 谁知突然跑出来这个家伙袭击我 阿瑟 别听他胡说 他就是暴力团的龙头 想和我要保护费 我不交就打伤我员工 赶死我的客人 你个死龟宫血口碰人哪 别说那么多了 先回局里再说 说着顺便把大老板带走 行风慢慢从马奖座趴去 怎么样 疼不疼啊 对不起 我尽力了 有没有尽力我能看出来 我就知道你顶不住才报警的 这次顶不住还有下次 不过你知道我不喜欢打败仗 下次你再有机会和他干 搞定他 搞得定最好 搞不定的话 你的宝贝有封信寄给你 慢慢看吧 深夜时分 湾仔警署外 阿瑞已经保释了大老板 罗仔 你干嘛保释我呀 我上去其实想和他们好好谈一下 希望这件事可以和平解决 哪知道这帮家伙转头就冤枉我 罗仔你知道我不喜欢惹是生非了 不要说了 这招一定要打 打就打了 我和你一起 你想怎么搞 讲给干爹听 这次我和十二少两人出手 我不想你插手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 你心疼我吗 罗仔 我知道你有小心 不过我这次真的想出力 我已经有成盘的计划了 够了 我再说一遍 你不要插手 我要亲自收拾他们 你听不清楚 总之田一蒙和雷公子 一定是我和十二少自己搞定 好好好 我会过来吃香蕉 就在大老板打着哈哈中 结束了他和阿洛的对话 咱也不知道 曾经叱咤风云的大老板 怎么就突然画风打变 成了搞笑担当 和大老板分别后 阿洛给十二少打去了电话 十二 你那边怎么样 这边搞定了 接着去天后 OK 天后见 半小时后 陈洛军会合了十二少 直到天一蒙在天后的底盘 第二天 车火和碧毁领军反击 对龙城邦的异常是以重击 他们没有和对方人马正面开战 主要战略是投掷汽油弹 或者派人破坏店内的生意 行动在短时间内结束 主要是针对龙城邦的生意收入 龙城邦部分业长 是和其他社团合资经营 他们已经对信仪施压 希望阿洛可以尽快停战 否则定会向他们追逃损失 不过身在医院的信仪 似乎对一切也不在乎 下令继续达 本已有意和龙城邦合并的帮会 也是因为这次的打战 而把计划拖后 或者直接推了 隔岸观光 看清形势再做决定 龙城邦的发展大戒 也暂且割下 世事如逆水行舟 龙城邦发展停滞 但是龙城的元老们可没闲着 敌视同乡会联 球输也在密谋 现在这次真的是越高获释越多 打赢一两场仗 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 贪胜不知书 不值得可怜 能回香港算他命大了 还搞到要灭了天一蒙 送人街背后可是有雷公子承摇 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怎么和人斗 至于陈洛局和十二少 十足的小混混 只知道打架 我收到疯 粉黑组头头黄色 狠不妥信仔这帮 一搞就大张旗鼓 一定要杀杀信仔威风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踩他们一脚 一讲打你就兴奋 星雷的前两天给我打电话 问我什么时候动手 说实话 提走信仔 我们两帮人就是自己人了 有钱一起赚了 这么说你打算 星雷的城府很深 老实说 我虽然讨厌信仔 不过和雷那一帮合作 打信仔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想先观望一下 等信仔在弱的时候出手 但是你知道我身体不好 谁知道能撑到几时 我真是不想再等 所以我决定参战 你应该知道 我一直没有出手 是因为在等一个人 不过他今天就要入城了 你连回来 这场仗肯定有得打了